美国国防部长访华习近平最神秘军中大密线深图,看中国记者李文龙综合,报道6月27日,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,在北京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·James Mattis时一直被外界看作是习近平最神秘大密的钟绍军出现在新闻画面中,当晚的中共央视新闻画面显示钟绍军所坐的位置, 仅次于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,但官方报道时并未提及钟绍军的名字,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,今年1月份,习近平视察中部战区某事实,钟绍军佩戴副战区集资历章,当时有分析表示,这意味着钟绍军已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,中共军改后任新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秦升祥, 2017年9月已转任海军政委,军委办公厅主任由谁接任至今未或官方公布中共军委办公厅,至少还有三名副主任,包括田一祥,王安隆和今年2月24日,从中央军委办军委法治局局长,升任军委办副主任的丁向荣, 尽管钟绍军多有陪同习近平现身,但其依然神秘,查看中共国防部官方网站有关军委办公厅的消息显示,该部门自军改组建后,举行了不少活动,但官方报道中,却只字不提该机构的领导究竟是谁, 检索该网站有关钟绍军的活动,几乎为零中共人大网上有关钟绍军,的资料显示,1968年10月出生的钟绍,均今年将满50岁,即贯浙江开化在现任职务, 钟钟绍军职务目前仅为全国人大代表公开报道显示,从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,钟绍军一路伴随习近平左右, 两人具有密切而又神秘的关系,具多为披露,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,曾有多名秘书调任浙江时,习近平未代秘书,任其秘书的事,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钟绍军, 据说钟绍军当时约30出头,是徐州开花线人,2007年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时,钟绍军也跟随任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, 习近平晋升政治局常委,将钟带入中南海,一直在习办,工作并兼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市政治组组长, 2013年6月中共央视新闻播出习近平赴九泉卫星发射中心,观看神时发射时, 画面显示,钟绍军穿着大校军装公开露面,因此外界认为,钟绍军已空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, 2017年11月2日,在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嫌仪式上,央视画面中隐约出现了钟绍军的镜头, 从其着装可以看出其佩戴的仪式少将奸章, 中共十九大前后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钟绍军,晋升为副战区少将, 虽然并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,但地位持续看涨, 2017年12月13日,习近平参加南京大屠杀公祭后, 曾前往七十一级团军,视察据中共央视画面, 时任军委办副主任监军,为主席办公室主任钟绍军, 排在了军委联餐部副参谋长马仪明, 和军委政工部副主任以光之前, 而在此前这个位置,是军委办主任秦升祥的当然作席, 香港前少杂志,2015年9月号, 曾披露习近平军中反腐功臣,前总后政委刘元, 其扳倒国邀的徐才后等大老虎的关键证据, 正是来自一早埋伏在军委的钟绍军, 据称,2013年3月钟绍军空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后, 经过近一年的明察暗访,收集到大量文件, 内容揭示中共军队,2012财政年度军费, 共6700亿元超过一半数额, 被50名中将以上的军头私分, 而这个利益集团的总头目, 其中包括把持军委多年的徐才后, 中上军将收集到的大量徐才后的材料, 上报给习近平为习近平抓捕徐立了功,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,